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分鐘搶錢報 我是Sandy 我是李歐 昨天美股是全數收張 而且台股今天又再度開高 大漲超過白點 對 有沒有辦法再攻萬三 好的 那我想這個美國股市 我們看到科技股 納科大樹 是誰你知道嗎 納茲達克 沒錯 這個友會跟 果然是聰明 納茲達克大漲創新高 但是你看到 真的會每天都過年 一直噴一直噴嗎 不好說 不好說嗎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美國股市 這個四大指數的三大 都創歷史高 歷史高哦 但是你有沒有觀察到一個特別現象 我覺得VIX也在偷偷的動 沒錯 就是指數漲 照理來講我們應該不會恐慌 就是VIX應該是要往下跌 恐慌指數往下跌 但是美股昨天大漲 可是恐慌指數也漲 他也漲5%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代表說有人在怎樣 他就是擔心了 他在避險 所以暗示的 不代表說盤會立刻崩跌 只是說他暗示的指數 接下來會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會進入震盪整理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 重要新聞 你看 這個重要新聞它寫什麼 它寫台積白尾秀 台股經紀長 昨天又往上拉高 收尾盤 好 那代表說台北股市看起來要很強 那就是為台積電 馬首是站嘛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台北股市重要觀察 還是要看台積電動態嘛 好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觀察指標 就是千金股 哦 千金股 什麼叫千金股 千金大小姐 不是 就貴 不是 不是言言不在意 千金大小姐 是說高價的 貴的股票 1000塊以上的 那你看 這個新聞媒體寫得很聳動 他說台股渴望迎來史無前例 8000金 對8000金 真的會8000金嗎 對啊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定是台北股市特別熱的時候 才會有 千金嘛 13000金 4000金 那現在 欸 有沒有機會8000金 好像有一些準錢 可能有機會啦 但是在行情很熱的時候 因為這些股票是法人買的 所以法人外資的動態相當重要 所以他也是我們重要觀察指標 好 假設台北股市要後面要繼續往前衝 台積電跟欠金股要去搶 他不能回頭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觀察指標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這是十大高價股 比如說像大力光 系立 信華 這個普瑞等等的 身家最近也蠻熱門的 就是已經900多了 差一點點就要過千了 對準千金 好 那這些可以大家特別留意 不是說買這些股票 是說你去觀察 他的走法 他的動態 好 那再來特別值得留意的是這個華為禁令 那個華為禁令開始變嚴格之後 全世界半導體產業都受到影響 沒有辦法出貨嘛 SEMI就是這個半導體協會 他大聲的幾乎說 能不能放寬120天 寬限一下啦 對不要管這麼緊 來 你看哦 為什麼 為什麼是120天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120天是 現在8月嘛 對 對 到明年 120天是4個月嘛 他的目的是拖過總統大選 哦 搞不好 這個川普萬一落選之後 拜登上來 他說好啊 那又可以重新出 可以出貨給華為 對不對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 很會算 往後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蠻重要的觀察指標 到底會不會延 如果真的往後延 搞不好華為概念 有救了 又上來了 好 那再來台子期 你看這個期貨 確實有點降溫的跡象 亮縮了 所以大家也要特別留意 這是一個小小的訊號 震盪的一個訊號 好 那有哪些標的 就是還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長線啊 長線 每次不斷的跟大家分享 長線偏多的 就是再生能源 像之前我們有提到 Google要來台灣投資200億 人家也是百分之百 要使用再生能源 綠電嘛 那離岸風電 你看外商對台的投資 再添250億 哇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明確的產業趨勢 未來的方向 就是要往上走 那 未來 假設真的 這幾天啊 譬如下禮拜 真的有震盪拉回 你可以逢回 反而可以買這些標的 是 感謝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Leo的LINE ATCH和HELLGRAM 5分鐘搶先爆 我們下次見 掰掰